前两年非常值得一看的电视剧 除了欢乐送中五美之间的故事 下来就是好先生的 他的热度也是超级高的 深受很多人的喜爱 这部剧也和平常 我们看的电视剧不是很一样 我们通常都知道剧中的主角一般 是女一号和男一号 但是在这部剧中主角并不止两位 而且这部剧的剧情也是非常的引人眼球 他讲述的大概是关于人们之间的爱情故事 之所以叫做好先生 是因为他是讲有那么一个人 他在遇到一个真正喜欢的人之前 在外人看来 他是那种不着调的花花公子 给人一种很不踏实的感觉 但是这种人一旦遇到了真爱 那他就绝对是一个专一的好先生 不知道时隔两年 剧中的那些主演们现在是什么模样 洪雷大哥在剧中饰演一个随心所欲的大厨陆远 但是他的好朋友不幸去世 而他就带着朋友和女儿回到中国找寻他的妈妈 之后他又遇到了自己的前女友 还有另一位已然变成情敌的好朋友 接下来他们之间就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再说说 孙洪雷这些年也是相当的有名了 而且洪雷哥是真心喜欢自己的事业 并且真心的喜欢演戏 这些在他参加总演节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去年那月的时候 他也是有了自己的小棉窑 剧中的将来是由江书颖扮演的 他在剧中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白富美 还有一个超级宠他的哥哥 虽然爱情并不那么的顺畅 但是在遇到路远之后 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些精彩的故事 江书颖本身长得就比较好看 在剧中的每一分钟 你都能看得出他是非常美的 也就是他还和胡德有过一段恋情 尽管最后两个人分手 并且他现在还是单身 但我也相信未来的某一天 他会遇到自己的好先生 车小在剧中扮演的是 路远的曾经的未婚妻 当年他就是因为路远极其幼稚 而跟他分手 再见到他后 车小才知道这些年 他一直都没有忘记这个前任 虽然网友都在讨论这个角色 真的是太做了 但是不得不说 车小的演技还是非常好的 在这些年 我们见他的唯一的新闻 应该就是与那一位富商的婚姻了 离婚后的他现在还是单身 也祝愿他在日后 可以用自己演技来征服观众 虽然别人的道路还算是顺畅 但是剧中的江浩坤 也就是王耀庆 就不那么的幸运了 江浩坤是路远和干净的好朋友 在路远和干净分手以后 他就成为了干净的未婚夫 不过他并没有因为这部剧而被捧红 尽管说人气有所上升 但是总是差了那么一点 着实有点可惜 还要介绍一下剧中的三位配角 一个呆笨老实的后厨新手张易星 他在剧中可是承包了很多观众的笑点 这些年他的发展也是非常好 收到了众多人的喜欢 在春晚后还赢得了不少阿姨的喜欢 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就 应该是付出了不少的努力吧 其余就是关晓彤和万希了 两个人的演技都非常好 而且颜值也不低 尽管是在剧中扮演的配角 但是也让观众深深的记下来他们 现在的他们也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再来看